很多人都有敏感的問題 例如皮膚敏感、鼻敏感、腸胃敏感 對日常生活造成很多不便 而且很難跟治 我們的東章女神Maggie 2019年參選港姐之後入行 現在有參演電視劇和做主持 但有一個問題, 長期困擾她 本來我的皮膚很容易敏感 而且你知道夏天開始來 我很大汗, 會出很多汗 一醃著皮膚就會有紅、有痕 嚴重的時候, 還會紅腫到一塊塊 傷頸的時候真的很尷尬 塗濾, 吃過敏感藥 還有塗濾固醇的藥膏 打算可以止敏感和止痕 但效果並不明顯 有藥劑師建議食益生菌 改善皮膚敏感的問題 兩者有什麼關係呢? 皮膚過敏其實跟我們的長度健康 是息息相關的 皮膚出現過敏 其實是因為我們的免疫系統 失去平衡所引致 而我們的長度 是我們人體最大的免疫器官 有超過七成的免疫細胞 集中在我們的長度 當我們的長度好菌和壞菌 失去平衡的時候 會大大影響我們的免疫力 我們就很容易出現過敏的情況 所以藥劑師都會建議大家 靠補充益生菌 去提升我們的免疫力 坊間有那麼多不同類型的 益生菌保健品 我們應該怎樣選擇呢? 首先大家要知道 益生菌其實很容易 被我們人體的胃酸殺死 所以大家選擇益生菌的時候 第一,最好選擇 有抗胃酸技術的益生菌 它可以確保活菌直達長度 發揮到的功效 第二,配方最好配合 乳鐵蛋白這個成分 乳鐵蛋白在醫學界 已經被譽為免疫的第一度防線 可以進一步提升我們的免疫力 就可以減低我們有過敏的情況 後來Maggie每日吃 加入乳鐵蛋白的益生菌 皮膚敏感的問題終於得到改善 我吃了一個星期左右 皮膚沒有那麼癢 還幫到我每天有定時去廁所 長順了很多 我吃了一個月左右 紅腫問題也改善了 皮膚敏感也沒什麼再翻法 我現在每天都有吃益生菌 免疫力好了 除了我都沒那麼容易擺